你们小时候家里人会不会管你们怎么穿衣服 我今年二十多岁了 妈今天天气热我想穿条小裙子 穿条西亚内 在我上学的时候就不给我穿一些普通裤啊小短裤 后来令我穿无袖的衣服他好像也会觉得有些问题 说穿无袖会让人看见我的嘎嘎嘎 我一直觉得家人限制我穿衣这件事 它不是什么坏事 证明他们关心你妈对吧 以至于我现在一再加穿宽松的衣服 和尚的衣服你都不识买你没了我和你妈你得饿死 我一在家里穿掉当裤 为什么这个服务敢不得 可能要偷人这个狗啊呢 我说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被人露出了暴露 我就怎么跟你说呢 夜下它本来就不是特别暴露的东西 而且就算我穿无袖 我不会一边说话一边 这也太奇怪了吧 你照相 你打招呼 我有病吗我 而且我觉得穿无袖是根本不用担心的 主要是我一直以来都背着这个 新生气的法国威婷精纯脱毛膏 后来穿一次有用才就真的很像 陪着芭蕾就终于一个自己的嘛 我两个地方在头顶不敢吗 真的在街上随便好个人都知道 威婷真的是个法国大家想象 都能看到的国民品牌了 一百多年的牌子肯定有些东西的啊 不但脱毛裂好配方还非常温和 我昨天刚用完在手上 你看这手画溜溜的 也不会留下什么小黑点 我之前一直以为天底下的家长 都会限制自己孩子穿衣服 直到有天我去我同学家玩 我同学穿一条长裤 你从衬球去你放哪个吗 包的干啥 你觉得你这么穿好看吗 像我哪 天天穿个T恤牛仔裤 跟个老爷们一样 也不像老爷吗 也不是不行 叫爷啊 以后叫爷 孙子 对不起对不起 再见 再见